王者榮耀S18赛季 今天突然间正式开启 由于这波更新 实在是太冲不及防了 搞到我昨晚竟然狗围地 找回读书的感觉 什么呀 明天就更新 为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还没上王者 好 今晚通宵上分 12点又不能再打了 那有它呢 不过上不了王者不要紧 新赛季可以继续努力 最重要 新赛季可以玩新英雄 蒙鸭这个新英雄 相信大家一点都不陌生 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爆料 作为2020年的第一个英雄 同时也是隔了足够一年半 才新推出的射手英雄 相信有不少朋友 都对蒙鸭抱有很大的期待 的确是的 王者榮耀都这么多年了 射手英雄来来去去都只有几个 然后孙上香 公酸尼 马可波罗 成吉思汗 百里手药这些射手英雄又这么难玩 剩下我们会玩的射手英雄 不就很少了 都是那些 虽然伤害很高 但是常常没有人保 又没有怀疑 又容易被人切的发育不良小短腿 但现在不同了 有蒙鸭 一技能可以掃射 二技能可以弹射 大招 还可以发射导弹 好像很厉害 一更新就买 买了皮肤 买了冥文 立刻就开一局匹配 然后就发觉上了当 虽然蒙鸭的技能看起来 好像很有型 事实上也真的挺好用 对线的时候 一个一技能就可以清晒一波兵 立刻就进入兴奋状态 这个时候的二技能射得又多又软 转手就扔个二技能去对面塔下 对面给你的二技能射得全身 都是避又避不了 走又走不了 然后对面给你消耗得差不多了 你就可以叫附助和打野 一起来回个月塔强杀 然后再拿一塔 甚至已经有大神说 现在的蒙鸭是已经强到 只要他走法浴路 一定可以拿一血 不过 事先声明 以下内容是阿奇说的 不是我说的 阿奇说 他玩了几局之后觉得 虽然蒙鸭对线的时候的确很强势 但是蒙鸭打团的时候 实在太弱智 他没有位移也算 最过分的是 他真的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 老班都起码可以发个导弹出去推一下 后艺都起码可以射大鸟出去云一秒 鱼鸭更加不用说 直接来个物理面 也个物理帕味 王中坐下都会加双抗 加罗如果好命 出到暴击的话 都说可以减到对面的速度 唯独是蒙鸭 那只一点反制能力都没有 是开大招的时候 有一个百分之五十的加速 再大多的闪燃 没有的了 对面都不用加控制技能 就这样慢慢走过来切 蒙鸭一点办法都没有 唉 我知道 射手都是这样的 被人切就没有了 老实实又真的不是 大家都知道 老班航是这些暂老射手 其实是不怕被人切的 除非你是海爹 要不然 你一个人单枪匹马过来切他 你切不死他 他怎么死你 但是 你一个人单枪匹马过来切蒙鸭 有什么问题 他怎么死你 他怎么不死你 他最多是欺负你几天 然后都没兴奋就被你切死了 那蒙鸭可不可以像加罗 鱼姬 孙上香这些英雄那样 射程打把这么远 专注在后方平A 是不行的 因为蒙鸭的大招 虽然范围很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导弹的发射速度 比英雄更慢 所以对面就可以通过走位 来避开那些导弹 然后蒙鸭的二技能 真的可以射得很远 但只能射那几次 消耗一下没问题 你想要人命就过分了 最后蒙鸭的一技能 看起身好像很劲的 机枪掃射 但是射程认真尴尬 阿奇打十几次匹配 每一次他都用蒙鸭 然后 一直用一技能 跟对面的蒙鸭对着掃射 接着 两个都完全射不到在对方身上 是一点伤害都没有 他们掃了这么久 在掃什么 掃地 好了好了 其他东西不说 排位赛 记得被蒙鸭了 麦猫猫大师 我最近在找工作 你可以帮我算一下 我适合做什么工作 嗯 我看看 我看你的相笑容满面 应该心态很好 不怕棍稿 法制善高 一定文采很好 适合写稿 看来做编剧 是最适合你的 就可以了 那我去哪里做编剧 发展的机会会大一点 哇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其实 幻影都招紧的